沙石車好端端開在路上 但就在下一秒防塵改不明 原因突然彈了開來 車斗內的泥土宛如泥江浴一般 瞬間往外噴見 馬路上厚厚泥江蔓延起碼30公尺 來往車輛紛紛閃避 警方火爆到場 趕緊通報支援 日前這名沙石車駕駛 行進北市內湖新明路一帶 疑似的煞車不慎 導致車斗內的泥土散落一地 甚至覆蓋了原先的地面標線 就怕影響用路人視線 環保單位立即逗場清除 警方也已規定向駕駛開出罰單 同樣妨礙通行的還有這裡 小房船水柱如泳泉般噴出 外線車道成了小河 只能先用安全追封閉 耗質感也被撞斷 往前一看周氏的休旅車車頭全毀 卡在另一輛車上 就連機車也遭殃被撞到面目全非 突如其來的警險意外 也讓民眾嚇壞了 從開槓分析到哪有這樣撞過 現在還蠻快 因為整個消防栓是撞斷的 周日晚上11點 這輛休旅車行進新北大道七段 駕駛疑似精神不濟 突然衝上人行道撞斷消防栓 一路波及了四輛汽機車 所幸當下無人經過 沒量成傷亡 駕駛則是輕傷送醫 無生命危險 但一時恍生的下場 接下來得面臨高額賠償 記者李行 范亞橋台北報導 好 如果有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魔王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